第一次成功所需要的试验次数称为几何分配 它的公式大概是像这样 P of S就是1-P的S-1次方乘以P 就是Q的S-1次方乘以P 这一个在R里面公式其实也是一样 蛮简单的 它的程式我现在把前面的大余都去掉了 所以可以直接复制 我们做一次 像这样 但是你看几何分配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一直这样子弯曲下降的曲线 当你看到那种2的N次方的时候 它一直上升 但是当你是0.5的N次方 它是一直下降 所以几何分配就有点像0.5N次方的感觉 因为它的它如果我们这边Q放0.5 PS0.5就0.5N次方 所以它就是那种一直这样下降的这种分配 那这是几何分配 它是比较简单的 那接下来来看那个超几何分配 那超几何分配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是C R取S N-R取N-S 除以母数是N取N 那它代表的是N个球里面有白球R个 黑球N-R个取出小N个球 那其中有X个白球的几率 而且取后不放回 那但是呢 在我们课本的公式是用大N 但是在R里面 它的公式不是这样用的 它的参数也不是这样 R里面的参数是这样 MNK 那M是什么呢 M是白球个数 N是黑球个数 那总共要取出K个球 其中有X个白球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公式 因为它是白球N个 但是我们是黑球加白球是大N个 那这样不一样 那公式当然就要改一下 那我们的程式呢 也是像这样 我稍微直接把它改掉 这样待会各位可以直接贴 程式范例 超级合分配 好像已经改掉了 OK已经改掉了 超级合分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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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复制贴上就可以 搞错了 好那这是刚刚的 有十个白球 五个黑球 然后总共取出八个 那会有几个白球呢 它的分布图像这样 OK 好那请各位去试试看 几何分配跟超级合分配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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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